我们期待下一位爱乐少年的精彩表演 有请新推官 下面我们要请出一位漂亮的女孩 刘新红 她善于学习 善于思考 非常有个性 她喜欢文学 但她更喜欢音乐 今天她就要带来一首 充分表达她性格的歌曲 叫做《连语一直走》 接下来有请刘新红带来 《连语一直走》 人都应该有梦 也不忘记别怕痛 你脸上在红不停 你破线眼里看不清 时间次黄标 见我一生的泥泥 我决定我想去哪里 我天天跳过地 也不恐惧 不逃避 这不是脾气 是所谓痴气 与勇气 你能推我下悬崖 我能学会飞行 从不停 谁的命令 很独立 耳朵用爱听自己的心灵 《连语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 哦 有梦就别怕痛 《连语一直走》 迟到阳光就该暖火 人都应该有梦 哦 有梦就别怕痛 有钱排悬的图影 有背后结算的耳语 黑色童话 属于长大的犀利 要吐的才是流星 无法复制的自己 让我连受伤也有情 这不是脾气 是所谓痴气 与勇气 你能推我下悬崖 我能学会飞行 从不停 谁的命令 很独立 耳朵用爱听自己的心灵 《连语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痛 《连语一直走》 是一颗阳光就该暖火 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痛 有时掉进黑洞 有时候爬上彩虹 在下一秒钟 命如何转动 没有人会晓得 我说希望无穷 你才被梦穿空 相信和怀疑 总要决斗 《连语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痛 有梦就别怕痛 《连语一直走》 都应该有梦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痛 来 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欣红 我今年九岁了 我来自安徽合肥 来自合肥的一位小朋友 刚唱这首歌是《连语一直走》 你唱这支歌的时候 心情是怎么样的 就是感觉很快乐 很活泼 很快乐 很活泼 那这种快乐活泼 其实我们在台下感受到了 我们听听明星导师怎么说 柯老师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节奏 是不是你每次你在练这首歌的时候 是不是老师会给你打拍子 所以老师给你打拍子的时候 你就要看老师怎么打拍子 而且我觉得你这么小 然后拍子可以掌握得这么好 你真的要谢谢你的老师 那以后多跟老师探讨 然后多唱一些有节奏的歌 那也希望你越来越长大越漂亮 唱歌越来越来越好听 加油 谢谢老师 吴老师 心红这首歌的律动 我也非常喜欢 因为这首歌 它的底骨和军骨 特别的明亮 是不是 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底骨和军骨的 这种律动 把身体扭动起来 然后这首歌原唱 它是张绍涵唱的 我觉得他唱是有他的一番风味 你唱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唱出了这种快乐 这种活泼 我希望你后面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 可以唱得更坚定一点 好不好 嗯 接下来有请新推官 陈老师 新红这首歌唱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跟他的性格很像 他的性格也是这种特立独行的 我希望歌也是在唱的洒脱一点 以后要经常参加演出 这样可以积累舞台经验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好 我们小女生本身就比较容易拘谨啊 大家都希望你洒脱一点 平时多笑一点 多讲一点话 在舞台上更放得开一点 好不好 希望下次看到你有成长 辛苦了 休息一下 有请新推官为我们推荐下一位爱乐少年 他学习民族唱法 但他今天非常想挑战一下自己 他告诉我 他要唱一首国风的歌曲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 曹芷芊为大家带来一首 声声慢 有请曹芷芊带来 声声慢 有请曹芷芊带来 请曹芷芊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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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曹芷芊带 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和菲芷芝芊带来 艺术学校 我喜欢跳舞 喜欢画画 喜欢弹钢琴 喜欢主持 更喜欢唱歌 今天为什么要唱这一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是为李清照阿姨写的 一首词 对不对 把它改成了歌 你觉得这首歌 你觉得这首歌美不美 美啊 你唱得也特别美 我们听一听看 老师对你怎么评价的好不好 觉得你美不美呢 柯老师 美 美得不得了 吴老师 而且我觉得他自认枪圆 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很慌 七岁耶 然后我希望呢 你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唱歌 好吗 好好的听老师的话 听爸爸妈妈的话 来 给我五五 好 谢谢 谢谢柯老师 吴老师 我们纸签 非常的可爱 你选的这首歌 是一种 中国风 唯美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 你在其中 也唱出了一种 童年的纯真 就让我好像看到了 那个千年古像里面 有一群孩子 在嬉戏 在玩耍一样 然后这首歌叫 《深深慢》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好想让这个时光 更慢一点流逝啊 让我静静地 享受这份美好 非常的棒 嗯 好 最后有请新推官 陈老师 今天看到他的表演 非常开心 声音干净 他虽然很小 但是他能沉浸 在这个歌曲里边 希望你继续加油 将来越来越好 谢谢老师 好 我们谢谢老师 也谢谢小芷芊 休息一下 下面 让我们有请新推官 介绍下一位爱乐少年 他小小的年纪 心里边呢 却有大大的梦想 他今天 要将可爱 进行到底 那么 下面有请 平心悦 为大家带来 小葡萄 有请平心悦 带来小葡萄 葡萄 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平心悦 我今年六岁 我来自淮南 我喜欢唱歌 跳舞 画画 嗯 喜欢唱歌 画画 跳舞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要唱 小葡萄 给大家听呢 因为它很活泼 很可爱啊 这是一首 算儿歌了 其实在我们的舞台上 小朋友 尤其像六岁 这么小的年纪 唱一首儿歌 肯定大家也听得懂 而且感受得到 他们的青春活力啊 你看 我们的明星导师 笑得多开心啊 来我们听听 他们的评价 可老师 嗨 星月 那个下次 我希望陈老师 可以教你一首歌 叫小白船 蓝蓝的天空 云和林 一定很适合他唱 而且我相信陈老师 一定会把你叫得非常好 啊 你 这个小布丁 啊 你看陈老师 他都不雀场 而且你这样一摇 我们一起摇两下 好不好 来一二三 一二三 四 你看 以后你看到 康老师 我们就一起这样 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四 非常喜欢你 爱你 哦 一定要好好地 学唱歌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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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师 我每次听到这种小女生唱歌 我都觉得技巧什么东西 我都我都没有再听了 我就听到你唱歌这种同声 我就觉得你的声音洗涤了我的心灵 我觉得这种天真无邪的感觉 我好想再回到童年啊 那种感觉啊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有请陈老师 嗯 月月 你今天表现非常棒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小语老师也会很很开心的 你的爸爸妈妈也会很开心的 他们都会为你而骄傲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明星老师 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开心就好 舞台就是带来快乐的 好 休息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新推官朱莉莉 大家好 我是新推官朱莉莉 有请新推官推荐爱乐少年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热爱合唱的小星星们 他们性格迥异 但是在歌唱中他们犹如化身金刚葫芦娃 歌声融为一体 低音浅唱 呈现出动人聆听的和谐感 让观众感受来自深海的呼唤 他们带来的歌曲是大鱼 有请爱乐少年们 新乐同声合唱团 请欣赏新乐合唱团带来歌曲大鱼 爱了无声将也无声声淹没 满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鱼在梦境的风隙里流过 并望你深水的轮廓 看海天一色听风起落 十四时候吹散 Coö々 无声淹没构 大鱼的翅膀已紧太亮 الك 看海天寒 像太阳 一阵尽 看怕你永远地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淘去 到流星天空的海底 海盗无声将烟雾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 丁绵入沉睡的温过 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 十字手吹散散茫茫淹没 大雨的翅膀已经太亮拨 我松开世间的绳索 和你飞热去和你迷惑而去 人爱你深爱就出于天际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淘去 到流回最初的相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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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首合唱团版的大鱼 问一下有没有代表 来告诉一下我 你们来自于哪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举手让我看一下 好 是你吗 我们是新月同声合唱团 好 我们来听听这一版合唱版的大鱼 老师怎么点评 吴老师 我特别喜欢孩子们的声音 一起唱出来的那种同声合唱 他们的声音融为一体 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美好 然后大鱼这首歌 我们听了很多个版本的 不同的诠释 我觉得每一个版本 都有它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 《以乐之名》这个节目的意义 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以乐之名》 这句话后面 我觉得应该是用音乐的名义 去诠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每一个人的情感 所以希望大家能唱出自己的内心 《以乐之名》 唱吧少年们 加油 好 谢谢吴老师 接下来有请柯老师 新月合唱团 你们好 嗨 你们在唱歌的时候 因为你们是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 不同的学校 而且功课很繁重 练习的时间又非常的少 今天你们在台上 能这样子的唱 这么的整齐 尤其有和声的时候 而且咬字这么清楚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 对朱老师的开心 因为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好 我真的希望新月合唱团 真的好好读书 好好地唱歌 以后 柯老师还要看着 朱老师和刘老师 带着你们 跟吴老师 跟我们见面 哪怕我 可能已经年华老去 但是能够看到你们在 音乐 在这种合唱团里边 在音乐的道路上奔横 值得了 不要放弃音乐 再次地好好地爱你们的老师 好吗 加油 谢谢 谢谢柯老师 相信孩子们都听明白了 听懂了 会坚持的 朱老师来点评一下 今天我的感触是真的很多 因为我刚刚跟柯老师 也稍微交流了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是 社团成立出来的 平时我们的练习时间 真的很少很少 也就通过这次这个节目的名义 我们加排了几次 但是大家心里 其实也很清楚 我们每次在加排的过程当中 其实19个孩子 聚集的时间 真的是很少很少 但是今天呢 我觉得我真的听到了海底的声音了 所以说呢 我真的也很高兴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后更加的努力 好吗 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朱老师 今天你们这个合唱团 受到了很多的肯定 当然也寄予了厚望 希望大家将来能够坚持 把我们的合唱团继续做大 做强 好 谢谢我们的新乐合唱团 休息一下 在今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知道了什么叫做朝气蓬勃 什么是勇往直前 在这群孩子的身上散发的勇气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 对于梦想的热情 同时也看到了中国音乐教育的未来和力量 希望爱乐少年们能够永远握住手中的麦克风 带着这股蓬勃的力量 努力去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努力将中国的音乐带去更美更广阔的天空 最美同生不负年少 越成长越热爱 今天的以乐之名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以乐之名的梦想还在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